哈囉YouDoers 我是Key斯汀 你能夠想像有一間公司的產品 從17世紀草創 直到現在都仍然在你我家中的廚房嗎 今天我們要聊的是 世界醬油室當中 最具國際化以及兼容新舊思想的 龜甲腕醬油豬食會社 如果要替西方料理找一個定義料理靈魂的味道 絕非奶油莫屬 而東方世界 醬油絕對是任何亞洲國家都不可或缺的醍醐味 從中國周朝人們開始用鮮肉加鹽進行醃漬 萃取出來的醬就是最原始的醬油 但因為鮮肉成本高昂 人們之後發現使用豆類、骨類 添加麒菌及鹽份之後 就能做出風味接近、便宜 而且更加安全的替代方案 以豆類、小麥製作的醬油至此流傳至今 當醬油傳入日本之後 日本也逐漸發展出一套製作醬油的流程 把大豆泡軟蒸熟後 和烘炒過的小麥混合並撒上麴菌 靜置三天之後 大豆會布滿白色的麴菌 這時把這些麴菌放入木桶中 加入鹽水混合成糊狀 開始進行長時間的發酵熟成 最後壓榨 加熱殺菌過後成為醬油 這一連串的流程 經過時代的演變 儘管許多工法因為產量要求 與衛生因素被食品工廠取代 有許多醬油廠商仍然堅持 最重要的發酵熟成一秒鐘都不能省 一瓶熟成發酵時間長達一年的醬油 據說富含超過20種以上不同的複雜風味 能夠替任何料理增鮮提味 同時不搶走主菜的風采 來到今天的主角 龜甲萬醬油起源於日本江戶時期 當時的關東平原盛產優質的大豆小麥 同時受惠於優質的水源及氣候 醬油產業變相當盛行 江戶時期的一代豪傑豐臣秀吉死後 德川家康取而代之 豐臣家的老臣們為了表示效忠紛紛切腹 就一名武士的妻子 甄穆茂 帶著兒子逃到了江戶城的東北方野田 從此隱姓埋名改名茂木 並開始了小本的味噌生意 詹木茂成為了龜甲萬第一代創辦人 1662年成為地區性重要的釀製醬油店家 在當時醬油的需求越來越大 俗稱江戶四大石的鰻魚飯 天婦羅蕎麥麵和臥壽司通通需要醬油 醬油產業也開始爆發性的成長起來 茂木牌的醬油也成為了日本皇室的御用品牌 時間飛快經過了250年 茂木家已經興旺成了本家與5個分家 加上當地同樣有勢力的絕切家與高麗家共8個家族 聯合組成的野田醬油豬式會社 制定作業程序集資建立研究室 並改變經營模式 他們花費長達30年的漫長溝通 最終整合了原本四山各處的200多個商標 1940年以香取神社六邊龜殼萬字型圖騰作為統一的標示 1964年野田醬油之間更名成更好記的 龜甲萬醬油豬式會社 不同於一般企業 龜甲萬實行了八家共治以及傳賢不傳子的鐵律 每個家族同一代嚴格限定只有一個人能進入公司 同時不保證能當上高階主管 十三代的負責人當中就有三名女婿以及兩名專業經理人 帶領龜甲萬走入歐美世界的人 就是被譽為中心之主的第六代社長茂木起三郎 1957年劉美的茂木拋下豪雨 我要成為海賊王 劉美的茂木拋下豪雨要成為日本第一 就要以成為世界第一為目標 他準備了50萬美金 在舊金山成立了龜甲萬國際公司 第一年總共14萬的營運費 他直接大膽的拿11萬 賣了當時著名的卡通廣告時段 以及大量的報章廣告 更狂的是他還包下了比佛利希爾頓飯店 邀請美國政商名流 品嘗各種用醬油做成的美食 除了這些名流 現場公司受要的人員 全部是龜甲萬基層的一線銷售員以及眷屬 這場晚宴造就了兩大成果 第一當然是許多具有身份地位的老美認識了醬油的美味 第二點是讓許多從來沒有參加過高級宴會的員工 受從若驚感動無比 在往後的日子更加拼了命的替龜甲萬工作 在全公司上下一心的努力之下 龜甲萬成功的擄獲美國人的味蕾 開始接受醬油出現在他們的日常料理當中 龜甲萬為了迎合美國人的口味 也設計出了獨特的照燒醬 teriyaki sauce 一泡而紅 成為了美國人烤肉的熱門醬汁 直到今日這種美式風格的照燒醬 都還能夠在大街小巷吃得到 除了照燒醬的發明 這種特殊的桌上醬油瓶身的設計 曲線的瓶身能夠避免滴漏 透明的玻璃也能讓醬色一目了然 過不不忘的經典醬油品 便時常出現在美國唐人街以及日本小餐館當中 1950年代茂木社長以及龜甲萬 在美國獲得的巨大成功 從江戶時期一路發展至今日 龜甲萬諸事會社已經成為了一間 市值突破1兆日圓的上市公司 年營收總額超過4300億日圓當中 有6成來自海外 而日本國內的醬油市場 龜甲萬則是佔了全部的15% 是全日本佔比最高的公司 美國人吃到了日本皇室御用的龜甲萬 再開到了豐田車 之後又見到了索尼電器 成為了教科書上的經典外商案例 講到這終於要聊台灣了 1990年代台灣最大的食品公司 統一企業 跟龜甲萬諸事會社 合資成立了同萬股份有限公司 經營龜甲萬跟四季這兩個品牌 我們熟悉的廣告音樂 也是在這個時期深入了每個台灣家庭的記憶 茂木起三郎堅持公司必須要一直以人為本 商業的根本是人不是技術 直到今日你都能夠從他們的廣告當中感受到滿滿的人情味 我是克里斯丁喜歡影片請按讚分享訂閱頻道 你自己最喜歡的醬油品牌是哪些呢 或者是你喜歡哪些醬油料理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